大家好 很多人都有一个看法 就是 市政 指五毛友 这四个字代表的是市政桃花 所以当你的八字 里面假如有指五毛友来讲的话 你的这个四个字 你挑战的越多的话 你的桃花会越旺 事实上是不是真的如此 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号 我们来以白板的这个八字来看 丙子、辛丑、丁卯、丙武 他来讲的话 你看 指五毛 他这一边 他就占了三个 他就占了三个 所以他去给人家批命的时候 总是说他桃花非常非常旺 可是他一直都没有谈过恋爱 他一直都没有谈过恋爱 所以就是 奇怪 八字上不是说我桃花很好吗 可是实际上我就没桃花 怎么会这样呢 因为各位 真正的桃花 还是要回归到财星 男生还是看财 女生 还是要看官 而不是指五毛友越多 你桃花就越多 不是这样子的 像在之前 而且 我就有碰过一次 那个是我克能 他男朋友的八字 他拿到网路 所有的人都说 他指五毛有俱全 特别多 这个人桃花一定很旺 会外遇 会劈腿这一些 可是实际上 他男朋友就没有这种现象 就没有这种现象 所以为什么会导致 大家都把这些东西一直拿出来讲 很简单 因为没有真正在批命 没有去实证 所以 人家讲什么 你就跟着讲什么 所以你只要看到人家 官杀混杂 这个你的桃花就很差 你上官见官 你的婚姻就不好 永远都是这样的看法 可是实际上 你有没有遇过上官见官婚姻很好的 你有没有遇过官杀混杂婚姻很好的 你有没有看到像这种植物毛有那么多的 结果他依旧没桃花的 这些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 你要去实证 你才会知道 像这种八字就标准的是一个财星很烂的一个八字 我们来看一下 他丙心一合 地支只愁一合 他天干就只有丙火 地支就卯木生无火 他男生嘛 所以他要看的是什么财星 庚金 星金 火克金 丙心合 根本都不能用 那地支走生金 火克金 酉金 火克金 各位 他只要一碰到 四个财 基本上这四个 四个财能当他的大运吗 不能够当 了没有解 不能嘛 所以呢 在这种前提条件下 他就要怎样 我们来看一下 以八字无财 以石仓作财 所以他现在呢 他在甲城大运 甲城大运的时候 我们就会知道他地支就会变成是 天干一样甲木生丙火 地支 卯木生无火 生成土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本命的时候 这四个财是没有办法当他的 大运的 现在在这个大运里面 再同样出现这四个财 会是怎样 羹 一样不行用 心一样不行用 生可以用 油 不能用 各位你有没有发现到 原本都不能用的 现在有一个可以用 但是 他的财心还是依旧很烂很烂 他的财心依旧还是很烂 可是我为什么要把这些写出来 让你看 你不是说本来不能用的吗 怎么到这边就可以用了 那就是代表一件事 所谓的喜迹用神有固定吗 各位喜迹用神是没有固定的 只要透过五行流通以后 他五行流通一改变 喜迹用神全部都变了 你不是说他不能用吗 为什么到这边就可以用 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 不就可以用了吗 所以 不要再有固定的喜迹用神的这一种概念 在五行派本来就没有喜迹用神的观念 了不了解 那是为了方便跟各位讲 我们才有讲说 喜迹用神是什么 不然的话喜迹用神是变来变去的 根本都没有固定 了不了解 所以从这个八字里面 他透露出两个概念给你 第一个 子五毛友是真的桃花吗 答案不是 他不是桃花 桃花星 就是男生看财 女生看官 第二个 随着大运 的不一样 能够用的 字 就会不一样 那就代表了一件事 用神 他是没有固定的 所以用神没有固定的情况下 你们一直在急急盈盈的 在那边说 我的用神到底是哪一个 有意义吗 答案一点意义也没有 所以有人学了八字 学了一辈子 还在抓自己的用神 他永远做不到的 他永远很迷惑 为什么呢 走这一边就行 走这一边就不行 这个八字 各位 这个八字 你知道吗 他财运最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最好把这个字干掉最好 对不对 把他干掉是最好的 那什么时候把他干掉最好 止水 不然就是卫 这时候他地支的生酉金 全部都可以出来 对不对 金生水克他 OK吧 五卫河 也可以吧 所以各位 你看 质的不一样 他能够用的 就不太一样 明白吗 姐 那你是说 我用旭呢 卫旭和 火克金 火克金 我妈的连旭土都没用 对不对 旭土都没有用 所以 各位 台列组合 他是不一样的 不要一直在那边说 我的用神是金木水火土的哪一个 没有意义 你只要讲一个 我就可以把他随便举一个颠倒的给你看 所以 这个就是 很多人会迷惘的一个地方 我的用神 很多人跟你讲说 用神是火 有的时候走火很好 有的时候走火就很烂 那就是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个原因 因为五行流通 他就是不一样 他五行流通下的状况是不一样 所以会导致 他会有不一样的一个深刻现象 深刻现象不一样 当然就是不一样的运势会出现 所以这个就是 在现在人里面 很大很大的一个盲点 其实 言归正传 其实为什么会时常在那边讲说 那个 市政为桃花 因为你没有实政过 人家教你什么 你就讲什么 等到你去实政的时候 被人家打脸啪啪啪的时候 你才 不是市政代表桃花吗 怎么没有桃花咧 自己也傻不咚咚的 不知道在干嘛 不然在那边找用神 找用神 找找半天 结果人家跟你说不对 对啊 那为什么都会出现这一些问题呢 很简单嘛 实政 你有没有实际去批命 然后去找出这些 跟你所批论完全不一样 那 这些不一样是错误的 人家说你错误的地方 你有没有去做修正 然后 逐步逐步的去找出这些真正代表的是什么东西 还是呢 就说算了啦 就这样子 心里呼噜的 就给他呼咙过去了 各位 这就是 为什么 可以讲一口好八字 可是实际在批命的时候 就是乱七八糟的 因为 理论 跟实物上 他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差距 而这些差距 都要透过个人去实际验证 做修正 你才能够使用的东西 而不是古人传下来的 一成不变 你就可以拿来用 答案是不行的 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